半桌逐渐视为新竹县恒山乡沙坑社区 全盛时期是有30多家 但现在就只剩3家 重现客装半桌的文化 炒菜40年资历的棕破塞 资深的徐秀儿 他就教大家如何来炒客家小炒 外酥内嫩还不油腻 半桌开吃也让不少人重温回忆 拿着锅铲大锅炒 豆干由鱼和肉丝在锅内翻滚 散发浓郁香气 让人口水直流 社会处携手红十字会 在沙坑社区拌桌开吃啦 最多的话有30几家 现在目前呢 等于说吃素超油 还有34家在拌 而且等于说强调是用 等于说在地的食材 这样的一个智慧传承的一个活动 我们希望呢 可以把我们长辈的智慧 传给年轻人 或者是说带入家庭当中 让他们的生活 可以更加有趣 一道一道美味佳肴不断上桌 沙坑早期拌桌文化盛行 全盛时期超过30家 现在只剩下三家 邀宠师客家特有四文四草 让长辈的智慧继续传承 在地资深棕破菜 就来教学招牌客家小草 豆干外酥内嫩 三层肉干边金黄色 还有费工的五味猪尾 炖煮入口即化 再淋上特调五味酱 让家常菜变成棕破菜料理 味道跟自己煮的有什么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因为自己煮的话 就是随便丢下去 然后中破菜 然后那个徐姨老师介绍了 然后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是肉豆干 各方面要是分开炒 才会爆香 才会有它的味道 我们的做狮子头的那个肉丸 可是它要放些什么的话 年轻人可能就是不知道 要放什么料下去 才会有这个口感好吃 锡开六桌 民众吃的津津有味 大餐古早味非常道地 长辈党厨艺老师 大方传授料理技巧 延续客装好滋味